中國軍艦平闖海峽中線 澎湖七美西方約五十三海里縣中 大安航空壓力系統異常 高空骤降 緊急返航十三人送禮 華林市區接連火警 昨深夜燒回五家店面 近中午延燒四棟房屋 極亂氣候 全球熱浪襲擊 今年超過一千人應高水利 歡迎收看六月二十三號的公視 晚間新聞 我是黃立偉 中國的潛艦 日前在台灣海峽 被發現後 又走在澎湖的漁民 二十號在南潛漁場 看到共軍的西岸艦出現 讓我方的漁船緊急使離 還強調這不是第一次募集 有貢艦出現在該海域 為了應對中國威脅 今年的漢光演習也將取消表演性質的展示性科目 而是強化實戰 讓演習更貼近真實 遠方海平線上的軍艦緩緩前行 二十號清晨 澎湖漁民募集 弦號153的共軍西岸號飛彈驅逐艦 現身在澎湖傳統漁場南潛海域 也就是俗稱的海峽中線 上週才有共軍洞溝四型飛彈核潛艦 縣中驚下水道附近浮航 這週又有西安艦被漁民募集 不只緊急使離走壁 還強調不是第一次募集 貢艦出沒在該海域 再加上國台辦才大動作宣布要嚴懲台獨行為 持續對台文攻武嚇 國防部也公布最新徵禍共機十五架次 共建六艘次 在台海中線以西 基隆外海 以及鵝鑾比外海 對台呈現三面包夾態勢 共軍動作頻頻 但專家分析出動力度有限 為應對中國威脅 年度漢光演習 也將在七月二十二號登場 一連五天國防部將取消表演性質的展示性科目 也不會有事前的預演和預教 並強化城鎮戰的戰略 將是最接近實戰的一次演習 面對台海緊張關係 外傳美國近期有兩位國務院付助 輕低調來台參與會議 不只與外交部長林佳龍見面 也和駐台外交官員會談 討論因應中國曲解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 強調2758號決議未涉及台灣 呼籲國際部應藉此排出臺灣參與 記者成煥許正君綜合報導 臺鐵二二九次自強號 二十一號因大清水溪 土石一流覆蓋軌道 造成三節的車廂出軌受損 而事故列車為EMU三千型的新自強號 因檢修備品需從日本運來 還無法評估修復時間表 而花蓮觀光業者向政府喊話 做好鐵道的安全管理 行政院則拍板花蓮的旅遊住宿補助 部分平假日都是一千元 提前到二十四號上路 週日上午搭車旅客落意不絕 受土石流影響一度單線通車的 河仁道重得段 雖然在週六五後已經搶通 不過考量行車安全 西正線列車會以三十公里漫行通過 上行列車預估都會晚五到十分鐘 行政院拍板 到花蓮旅遊住宿補助 部分平假日都是一千元 也因台鐵土石流事故 提前到六月二十四日上路 但花蓮旅宿業者表示 訂房率仍低名 認為與鐵路安全有很大關聯 希望相關單位要加強安全管理 而這一次遭土石流衝擊受損的事故列車 台鐵初步檢視 第一車廂車門歪斜 第二第三節車廂連結器折斷 後續將會把列車移到機物段 由原廠日立技師來進一步檢修 在台東跟企圖都有日立的技術團隊在 所以還必須要依照我們的段裡面 他們才能詳細的檢查 詳細檢查確認受損的地方 另外對於行政院要求 台鐵要重新檢測邊坡告警系統功能 台鐵表示二十四號週一 將邀請相關單位到這次意外現場會刊 對於溪水土石一流 如何與現有告警機制結合 是否另由專人監測回報 會進行專案會議 並提出短中長期改善報告 記者綜合報導 金門的弧姓吊客出海迷航 應有君子的身份 雖然已經半退伍 但仍被中方滯留 已經超過三個月 家屬今天抵達泉州探市 他的母親表示 孩子目前安全 也呼籲政府儘快協商處理 二一四翻船案 讓湖姓吊客是早日回來 我們今天去是看到兒子 他們把他照顧得很好 那我們家屬就比較放心 希望說回來的時候 希望說政府能夠注重這件事情 能夠說趕快把那個 遺傳那個零二一四的事情 趕快把它處理好 包含湖姓吊客的清雲 也一同赴對岸來探視 家屬表示與中方談了一兩個小時 但對方仍未鬆口 送返的日程 因此呼籲政府儘快處理 二一四漁船翻覆的事件 希望能將心比心 用同理心重啟協商 解決爭議 讓人早日回家 受到集團氣候影響 全球不少國家遭受熱浪襲擊 今年已經有超過一千人 因高溫死亡 而其中多數的死者是在 賣家炒緊的民眾 埃及的當局在當地二十號宣布 吊銷十六間旅行社的經營許可證 指控旅行社應該為炒緊民眾的死亡負責 液氧高照的海水中 不少民眾泡在水裡消暑 受到極端氣候影響 澳洲各地出現了高溫熱浪 意大利有八座城市 包括羅馬 佩魯加等地 氣溫飆升到攝氏四十度以上 讓當地在二十一號 就發布了極端高溫警報 不少民眾湧向海邊 借著水氣消暑 氣候暖化讓全球不少國家 遭受熱浪襲擊 美國西部好幾個州 因此引發大規模的野果 全美國許多城市都發布了高溫警告 約有一億人受到影響 墨西哥從三月開始 已經用一百五十五人因為高溫死亡 光是過去一星期就有三十人熱死 至少兩千五百人患有 跟高溫相關的疾病 而在沙烏地阿拉伯 邁加的朝禁活動 因為溫度達到五十一點八度 有來自十個國家 約一千多名的朝聖者死亡 約有六成死者是埃及人 其中超過九成死者是透過旅行社 以個人簽證安排沙烏地阿拉伯的朝禁之旅 沒有向沙國當局登記參加 讓個人旅客必須步行 穿越沙漠進入賣家 埃及當局在當地二十二號宣布 吊銷十六間旅行社的經營許可證 指控旅行社沒有為這些朝禁遊客 安排適當的住宿跟醫療援助 要為朝禁民眾的死亡負責 WNO世界氣象組織的報告顯示 未來五年內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機率 會有至少一年的氣溫超過二零二三年 創下歷史最熱一年的紀錄 與工業化前的氣溫相比 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增加了1.3度 關於新聞陳頌秉 昨天晚間跨連線寵物店才發生火災 今天中午公正街一家米粉糖店 又發生了火警 由於風勢的助長造成中山路 有建築受到波及 而兩名受困的男子是陸續獲救 當地的消防局出判 集火點在後方的廚房 但詳細的原因有待釐清 有消防員是在救災的過程中 出現身體不適 也被送醫來治療 屋內冒火光 大火越燒越旺 現場濃煙密布 警消即刻救災 上百名消防出動 多頭灑水灌救 警力在場管制 驅離圍觀有客 原來市火地點 在花蓮的公正街 屬於金三角長圈 小吃店能力 二三號中午十二點多 一家米粉糖店 廚房突然起火 但搶救速度 引起住戶批評 這起火災衝擊 不只公正街店家 建築多為木造與鐵皮 火勢迅速蔓延 由於風向關係 大火還燒向中山路 當地消防局統計 總共似乎受波及 更一度有人受困 兩名中高齡男子相繼被救出 但救災過後 消防員也累到直接倒地休息 甚至還有人在滅火過程 水分攝取不足 腳步抽筋 也被送移 我們派人從壁樓往頂樓 去搜索 所以在頂樓搜索到 大概年約五十歲的男性 沒有人員受傷 花蓮最近災害貧船 中山路的寵物店 二十二號晚上才發售火警 延燒兩側店家 不到一天時間 又換公正街大火 雖然詳細原因 有待火掉理清 但就怕是先前強震 造成老舊電線受損 有議員喊花縣府 免費替居民 驚檢電線 電器設備 是不是跟地震後 許多因為舊線路受損 現在開始營業之後 會造成的線路轉路 花蓮市長徐正衛 也到場瞭解狀況 面對接連兩起火災 消防局建議 將來修建房屋 隔壹牆材質 採石膏板或細酸蓋板 能在火勢阻絕 發揮效用 記者溫家凱琳 志堅持管需 花蓮報導 彰化山的八卦山的牌樓 大路口多年來位居 彰化縣的十大 造勢路口的榜首 而日前會刊 多位學者專家建議 將八卦山牌樓 拆除來改善交通 不過彰化縣文化局認為 有文化保存及民眾的 情感意義 公路局最後並未將 拆除牌樓列入改善的方案 大路口車來車往 附近除了彰化縣府 彰化縣議會等政府機關 還有八卦山大佛風景區 彰化孔廟等觀光景點 所以縣議會旁的八卦山牌樓 大路口平日車流就相當大 不時發生車禍 交通部公路局日前會堪食 由交通學者建議拆除 八卦山牌樓來改善交通 不少民眾認為沒有必要 因為畢竟也是跟了彰化一段時間了 所以要差異是有感情的 我常常來這裡覺得 這是一個指標不錯吧 根據交通部道安資料統計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孔門路及東明街口 長期都位居彰化縣 十大造勢路口之首 前兩年共發生六十九件車禍 八十九人受傷 今年一到三月 已經發生十三件車禍 造成一死十六傷 有學者分析原因 包括牌樓造成路幅縮小 影響行車動線和汽機車分流 也容易形成四線死角 影響行車動線 不過因為八卦山牌樓 有文化保存 及民眾情感的意義 公路局並未將拆除牌樓 列入改善方案 也是我們進入到彰化八卦山 很重要的一個入口意向 彰化縣文化局表示 八卦山牌樓一九六四年 完工至今已有一甲子 是除了大佛以外 彰化另一個代表地標 目前在國家文化記憶庫中 也找得到相關資訊 希望相關單位未來 能在保存牌樓的前提下 來研擬交通改善方案 記者邱紫編 彰化報導 以哈衝突持續 除了人道物資不足外 現在還爆出乙軍 不當對待巴勒斯坦的嫌犯 二十二號由巴勒斯坦的男子 穆賈希德 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哲寧 遭以色列國防軍打傷逮捕 家屬是要求叫救護車 軍人卻將嫌犯 綁在軍用車輛的引擎蓋上 來帶走 當局表示 這已經違反了軍方行為準則 已經展開調查 影片中能夠看到救護車 正在跟軍用車輛會車 但仔細一看 居然有人被綁在吉普車的引擎蓋上 一路往前行駛 以哈衝突爆發之後 除了嚴重的人道危機之外 現在還爆出乙軍不當對待 巴勒斯坦嫌犯 以色列軍隊二十二號 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哲寧 執行逮捕行動 抓到一名巴勒斯坦嫌犯 穆賈希德 抓捕的過程中 因為乙軍有開槍 因此造成嫌犯受傷 嫌犯受傷之後 家屬要求叫救護車送醫 但以色列士兵卻把嫌犯 綁在吉普車的引擎蓋上帶走 途中還有兩臺救護車跟軍車回車 對此以色列軍方表示 傷患已經接受了醫護人員的治療 但士兵的行為 違反軍方行為準則 已經對此展開調查 以哈衝突至今即將滿八個月 一軍二十二號空襲加薩 北部的加薩市區 包括八個歷史悠久的難民營之一 下庭難民營 連加薩市內的塔法區 住宅區也遭到了攻擊 導致至少四十二人死亡 也讓衝突至今累積死亡的 巴勒斯坦人數 超過了三萬七千四百人 關系人陳盛秉 國會職權法案的副議案 遭立法院藍白聯手否決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今天拿出事件申請書 強調有信心 並會儘快送出 而批評藍白擴權違憲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到高雄宣講博會改革 而駁斥民進黨指控 藍白配合中共演出 批評民進黨抹紅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也反擊綠營 認為賴總統設立三大委員會 先看到的是總統擴權 呼籲賴總統不要有權無責 一跟支持者致意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二十三號一早到高雄 為第三波國會改革說明會宣講 為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等人批評 藍白兩黨是在配合中共演出 朱立倫反擊民進黨換了位置 換了腦袋 藍白立委聯手推動國會職權法案 藍委羅志強還要大法官別當民進黨的看門狗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批評二職不得體 更拿出備妥的釋憲申請書 強調會盡快送出 柯建民抨擊藍白對抗憲法 大法官就是在當中國附隨組織 面對擴權違憲的批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反嗆 賴總統在總統府成立三個委員會 才是擴權和製造對立 你要成立三個委員會好好好 以後誰要決策 決策是誰做的 誰要負責 這個先講清楚 你到底要怎麼運作 你成立委員會是要做什麼 至於民團發動輕鳥行動和民代罷免潮 傳出國民黨團打算修選罷法 提高罷免門檻來反噬 朱立倫表示尊重黨團決議 至於民眾黨是否跟進 柯文哲戰不表態 強調以民生法案優先 記者陳寬許真君 謝祈文綜合報導 房價高漲 購物足近十年購物買 房子是越買越老越小 而根據內政部統計 去年第四季 平均買賣的屋零是二十七點八二年 與十年前同期相比 是增加了十一點五五年 平均買賣的坪數是三十一點二九平 是大幅縮水了十二點九七平 足足少了一個套房的大小 浪去十字路口不少建物的外牆上 掛上大大小小的建案廣告 有的強調金智小宅 有的主打交通便利 要來吸引不同的購物族群 只是國內的房價持續高漲 所得還漲 也讓購物民眾出現越買越小 越買越老 越買越遠 三大趨勢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去年第四季平均買賣屋零二十七點八二年 與十年前同期相比增加十一點五五年 買賣坪數三十一點二九平 與十年前同期四十四點二六平相比 大幅縮水十二點九七平 足足少了一個套房的大小 而去年第四季全國住宅買賣總比數 三萬五千六百三十九比 平均買賣面積三十一點二九平 若從六度來看 又以臺北市面積最小平均二十七點四八平 其次為新北市平均二十七點七五平 面積最大是臺南市平均三十六點九七平 陳定中表示二零二三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 僅剩下二點五三人 數量再創歷史新低 加上房價持續處於高檔 以及少子化不昏等因素 這都讓未來小宅化的趨勢延續不變 記者吳雅瑜 謝正麟台北報導 純電動車 專屬車險保單七月起上路 最新的參考費率出爐 試算後比傳統的燃油車高出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 不過有保險經濟人認為 過去幾年的國內電動車的造勢損率 及賠償金額都不算低 若以國外的經驗來看 未來電動車的保費率恐怕會持續調漲 流線設計搭配智能駕駛 近年來電動車掀起熱潮 根據公路局的統計 臺灣近年電動車零排數 規模持續成長 全台歷年累計電動車掛排數 突破五點八萬輛大關 但是車體險的保費除了價格不意外 甚至還有不少車主遇到聚保困境 後來我們發現有很多的保險公司 開始不接電動車 或者是他們的條例變得很嚴苛 打個比方他限制只有兩人可以駕駛 而且這兩人必須要有實名 或者是他們添加了很多的類種 天災險還有切到險 無緣無故多了一兩萬塊 現在經管會核定 產險公會提出的電動車 專屬保險參考條款及附加條款 從7月1號起實施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是專屬條款 城堡電動車因為意外事故 所導致車輛損失 但不包括電池自燃或爆炸 另外提供車提險電池自燃附加條款 第二車主可選擇車提險充電期間附加條款 以及汽車第三責任保險充電期間附加條款 來保障充電所導致的可能回損賠償責任 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發布的最新參考費率 試算後比傳統燃油車高出至少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九 保險經紀人認為電動車屬於新型態的車險 從過去幾年國內電動車造勢損率 以及理賠金額都不算低 若以國外的經驗來看 未來電動車保費率恐怕指揮上不會下 國內不少行業缺工嚴重 現在勞動部研議取消喬外申依評點制來申請 而留臺就業的配額上限 也考慮鬆綁維樹業 研議月薪設下三萬到三點三萬 以及相關的技術條件門檻等方向 不排除開放喬外申來從事房務員 但喬生認為吸引力不大 但業者則有正反意見 房務員清潔爭力得一成不染 但旅宿業以後工作人力嚴重不足 現在勞動不嚴密 放寬喬外申畢業留臺限制 其中一項就是開放喬外申從事房務員 面對旅宿業人力荒問題 中央潮設下三萬到三點三萬月薪 與相關技術條件等方向 能讓喬外申受雇旅館當房務員 但有喬生分析 喬外申未必買單 業者則有正反看法 按現行做法喬外申想留臺就業 方法之一是工作性質具有專門技術性 薪資達到近四萬八千元等條件就符合門檻 不然就是選評點制 學歷 薪資 工作經驗等等項目達到七十點 但這項制度又有配額限制 接下來會在討論的方向 就是屬宿業橋外申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把這個配額是不是要把它取消掉 勞動不考慮取消配額上限留用優秀橋外申 把人才留在台 畢竟國內各行業都碰上缺工潮 補足人力缺口也成了當務之急 記者 陳冠旭您之間 台北報導 接下來關心全台各地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28度 最高溫36度 中部低溫26到35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6度 最高溫36度 東部最低溫26度 最高溫34度 外島27到33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普通 竹苗 中部雲加南 南高頻都是良好等級 一蘭花東 馬祖金門 澎湖 都是良好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上午飯只有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